前面那邊很多人在拍 就是這個位置 最多人拍的 我看阿婆是帶有兩盒番茄 就讓她回家 我賣了 其實這裡也可以拍有聲音的感覺 超猛的啊 而且今天有陽光耶 這個震撼程度很想起來還要大 哇 田野風光耶 推啊 這裡很推 很漂亮 你看我後面整個 這裡有多個東西 看一下 這晚上來她自己咬我很害怕 雖然要離爽 欸 還蠻爽的 這個景點我來過非常多次 只要燙紅的話 就很美 很紅耶 哇 這裡好漂亮喔 這位置 大家好 我是阿滿 歡迎來到MANLIVE 今天呢 帶各位去雲林看洛玉松 一日遊 近日也是賞洛玉松的季節 那我整理了雲林四個 較有名的洛玉松 等一下一一的帶各位去朝聖 OK 廢話播說出發 GoGo 我現在來到今天的第一個洛玉松景點了 導航要到林內洛玉松 那她的位置是在水利史記這個地方 基本上已經開始掉葉子了 哇 這顆很紅喔 但是掉得差不多了 看地上就知道了 這裡其實是地下資源灌溉引導的地方 這裡有類似农村的藝術裝置 喔 裡面有停車場 我把車停在台外面 哇 裡面這一片可以喔 很紅耶 看一下這裡是 趴到區域有兩公頃 反正就是一些農業灌溉的東西 對不對 我也不太懂 那她這裡有八卦池耶 可是我今天的目標是這個而已 呵呵 前面那邊很多人在拍耶 等下來跟Apple捧場一下 其實她這裡短短的啦 就她後面這裡而已 最主要是可以跟那個 旁邊的 這是河嗎 還是溪 拍照 像這樣 就這個位置 最多人拍的 然後可以往後一點 人在藍跟這裡 對不對 阿伯你卡朵怎麼賣 你自己種的嗎 好 我待會開車來 跟阿伯捧場一下 番茄 我看阿伯身上有兩盒番茄 我等一下要開車過去跟她買 直接讓她 回家 她說她是自己種的 我買了 阿伯要下班了 嗯 到了 這是今天的第二個洛宇松的點 這裡有指標可以下去 那這個路走下去是比較有感覺 其實這裡也可以拍有聲音的感覺 真的是有路啦 然後可以走在路上拍 有沒有 你看現在這個路 只是她另外一邊不是 洛宇松 如果兩邊都洛宇松的話 就會特別有感 哇好紅喔 超紅的啦 而且今天有陽光耶 哇 這個震撼程度比剛才還要大耶 很美耶 就說 就說 現在眼前的 落於松井社 看來心情非常好耶 哇 哇 田野風光耶 在這裡騎腳踏車感覺會很放鬆 可惜 哇靠 我第一次看到肉魚松掌裹耶 結果了耶 花開結果 我覺得這裡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可以聽到這個聲音 推啊 這裡很推 很漂亮 你看我後面有景色 超紅的啦 這個不是批刀 這個景點是免門票的 而且是免停車費的 我覺得CP值很高 然後可以看到一整片的 落於松森林 還有那個步道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 推 好的 那我們要去第三站了 我來到今天第三個 落於松了 虎尾的枯頭落於松 那它是今天唯一 需要清潔費的一個景點 我還看到路源霸溝 這裡的路易松還沒開始紅 可以握一個 所以你們看得出來嗎 清潔費跟免費的差別 就是有人管理跟沒有人管理的 然後還有環境上面 這裡有喝的東西 看一下 然後有搖椅 這晚上來他自己搖會不會很害怕 他說裡面還有鱸魚松生裡 好 這裡吧 有人在拍照先不要去 對這裡好像是一個 最近很紅的點 那個樓梯 哇 他這裡有白色的花耶 還有介紹 他說 很多人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叫白雪木 他是與聖誕紅同科 花起是 11月底至2月初 中間 大門 一遍 一遍 有 二遍 一遍 一遍 好多魚喔 他們應該知道我沒有飼料吧 呵 坐在那裡感覺很臭欸 我一直打哈欠 我一直打架如花 效果 我还没制她 混合梦 这谁分归 当我比我圆 這裏有燈泡耶 好了我現在要自首了 等一下再去拍那個樓梯 這一條雪白的路啊 我記得我上次來旁邊這一塊都還沒開始 就是開發然後今天來已經開發了 整體上還蠻舒服的 而且有放一些清音樂 然後坐在那裡耍廢還蠻爽的 然後走到後面這裡有 洛宇松森林 應該跟九瓊會有點類似 我猜 冬季練歌 我覺得比較稀疏一點 如果跟九瓊那邊比的話 九瓊會略勝一籌 那這裡有椅子 也是可以野餐 如果他可以就是一排一排種 然後種密集一點的話會更好 好 因為森林我看過了 所以就比較沒feel了 剛才看過比較美的森林了 後面這個區域感覺是烤肉用的吧 我也不知道 還有一個非常夯的樓梯 那就這樣吧 不拍了 那個網美樓梯啊 很多人拍 要排隊 我要下一站了 好 好 好 現在來到今天的最後一個 這個洛宇宋的景點了 叫清浦洛宇宋 那這個景點我來過非常多次了 我想說這個也是 算雲林蠻漂亮的一個景點啊 然後這個洛宇宋是私人景點 那它就是有池塘 然後搭配著洛宇宋這樣 拍起來很漂亮 這是一直以來非常漂亮的 洛宇宋的點 只要它紅的話 就很美 我看看這一個洛宇宇宋的點 現在這是一些西方的夢數 你要看我來看 我覺得這裡 можно勾的 只要看你 而且尋找找 看是你 大雲林蠻 你將立場 至於有一點 有些就掉得差不多了 然後有些呢 就非常的紅 這一顆 這顆好紅喔 很紅耶 這顆不錯喔 這是另一邊的視角 池塘另一邊的視角 剛好被這棵樹擋住了 這顆真的很紅耶 這顆真的很紅耶 這裡好漂亮喔 這位置 有些不知道 又是 雲頂一日遊四個洛宇松祕境的行程 今天看了非常多的洛宇松景點 想必你們都看得非常疲勞 那你們心中有個排名嗎 我的排名是第一名 九熊洛宇松 第二名是虎尾枯頭那個秘境 那第三個就是這裡 青浦洛宇松 那第四個是 林內的那個灌溉洛宇松 那你們的排名是 OK啦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朋友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記得幫我訂閱唷 我們下部旅程見 掰掰 我們下部旅程祭